我们现在千辛万苦到达了苏黎市的酒店 我们的火车是晚上到的嘛 7.20才到站 卖手机卡的地方是8点钟关门 苏黎市的火车站超级大 我们找了好久 找了快半个小时 7点50分的时候找到那个店 然后走进去又排队 赶在他8点关门之前买到了手机卡 我们两个人一人买了一个 装上了 走出那个店 发现一直都是no service 没有信号 完全连不上 店员跟我们说两到三分钟之后就有了 他就关门了 另一家店的人说 他们今天system down就系统出错 所以我们估计这一家店也是system down 我们现在已经到酒店了 已经过了大半个小时了 还是两个人都no service 本来我们是打算买了手机卡之后就打Uber回酒店 因为酒店离我们三公里走路又走不到 结果两个人没信号就只能打taxi 然后打taxi的地方又没有一个很明确的sign 然后我们就上了一个中东人的奔驰 我已经预感到他会很贵了 也不知道会多贵 自己在Uber上面搜的话 来酒店是13瑞士法郎 最后我们刚刚给了29 他已经到了 到了之后还没有打表 然后还加了一块钱 不过我们还好到了 走啊 世界上最贵的城市 我们住在离火车站 走路大概30分钟的地方 应该还算比较适去 其实也不是很干净 可能是我们的期望值太高了 今天不是又是可怕的欧洲周日吗 哪里都不开 然后又下大暴雨 我们居然几个小时之内吃两次麦当劳 一杯咖啡5块钱 6个nuggets多少钱 6块5 6块5 6个 在美国是5块钱 5块钱 16块3 这里是16瑞士法郎 是法郎米美金大一点点 我们来吃晚饭了 看这里的物价 一份炒饭 这个是没肉的 有肉的25块5 然后这里是我平时在多云多吃那种泰餐 25 6 然后这个是尖角 4颗尖角 1 2块 我这一份饭还蛮小的 我这一份要26法郎 他这一份鸡胸肉面25法郎 这26法郎的饭吃的有多干净 这个人还敲三减四 有一些不合胃口 哎呦 你这剩的都已经都做 两三块了 真的是 我花了70加币 在买单的时候 我们就在查 这里要不要给小费 发现瑞士是不用给小费的 真的是长输一口气 我们刚去超市买了早餐 然后回酒店吃完 这两天早上 我们都是去超市买吃的 因为这里实在是太贵了 在网上又查了一些 关于这边生活成本啊 物价啊 工资这方面的信息之后 就觉得其实这里是 它的工资应该是加拿大的两倍 然后他们的物价如果不换汇率的话 就直接看数字也是加拿大两倍 刚刚我们去看看无论是鸡蛋呀肉啊什么的都直接乘以二 但是它这里牛奶是比较便宜的 加拿大唯一比瑞士还要贵的就是牛奶 这边是对本地的农产品或者肉类的保护非常好 也就是说他们会对无论是其他EU国家 或者是更远的国家他们会收非常高的食品税 也就是非常保护本国的农民跟牧民 然后我们在超市买的东西也基本上都是organic的 就是有机的 看起来好像工资是加拿大的两倍就直接乘以二 但是他们的工资税又特别的低 如果是在苏维市这一个行政区域的话 十万收入的人大概支付的是一万多的税 也就是说你到手还有八万多 那这一下子就跟北美的那个income tax就拉开了距离 所以瑞士人非常的有钱 手里也非常的有钱 他不像其他欧洲国家 就是你工资很高 但是你税又很高 所以你拿到手的钱很少 瑞士人平均都有20到25天的年假 他们休假的时候都会去国外 也喜欢在国外置业 政府也蛮支持他们在国外置业 因为这样子可以把钱带出境 因为这里瑞士银行嘛 它就一直外汇储备非常的大 瑞士人假期都会到国外 因为在国内消费太高了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 就这边其实有非常多的海外劳工 就瑞士800多万人口里面有 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就是200多万都是外国人 就是拿签证在这边工作 但是没有居民或者是国籍的人 像我们这两天打了一次出租车 然后出去吃饭 遇到了服务员 在酒店的这种housekeeping 就清洁工 他们都是外地人 但是因为这里的工资足够高 就算他们不给移民身份 就是不给居民身份国籍 他们也愿意来这里打工 我看了一下网上说2020年的时候 非EU国家的工作签证瑞士只有几千人 就好像是五六千人 这边的工签大部分人都拿的是那个B类 就一年一续 然后很少人可以拿到C类 就五年一续的签证 我记得我昨天看到的数据 去年一共批了八万居民 就是能拿到这的永久居住权 然后在这些人里面有一半的人都会去申请加入瑞士国籍 但是他的通过率非常非常低 大概只有2%到3% 想要入籍是非常困难的 他除了国家申请 然后会有专门的人来面试 他还要做那个投票 有新的人要加入的话 你的社区所有人为你投票 如果你通过的话才可以加入国籍 我们现在到小村子里面了 这个是刚刚很随意找到的一个地方 它其实是可以坐缆车上去的 但是坐缆车要70多法郎 所以我们犹豫了一下 现在就在这先走一走 这已经很漂亮了 比昨天天气好很多 虽然现在还是阴天 随时都有可能下雨 原来瑞士的牛吃的也不过是杂草 我们来的这两天都下雨嘛 其实我觉得瑞士应该蛮长下雨的 这里呢就是楼梯啊什么 上面都有很多青台 草地又长得很好 土地看一下很肥沃 所以我觉得这里阴雨天应该还蛮多的 你好 我们到了今天住的地方了 这个地方超级村 这个村子看下应该只有几百人 然后这里check in是没有人的 就写了今天会入住的客人的名字 然后他就旁边放了一个mailbox 是这儿吗 然后就在上面放了三把钥匙 三个小牛的钥匙放在这儿 我们到格林德瓦新酒店了 我们订了一个有view的房间 它这个洗手池对着床也是有点weird 下面就是那个火车站 还有小镇今天奢侈了一把 住在镇中央 终于今天等来晴天我们等一下就要坐火车上first山 first山就是在格林德瓦这个镇上面 它可以坐缆车就直接上山了 然后上到山顶之后呢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下来 像吊着那种缆车把你吊下来的 然后还可以骑卡丁车呀 然后单车呀就各种各样的 我们先打算先上山顶 然后一会再选择下山的方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坐了一站缆车下来 这一站好多牛哦 看这个山头好多牛 嗨 你也太近了 我们现在搞的这个汪辰圈 像这样子滑下山 结果一出来它就有一点爽不 太愚蠢了 我们从FIRST山下来回到酒店 然后我们酒店延了一天 我们要在这住两个晚上好开心 晴天真的是太舒服了 这是我们阳台逛出去的风景 这是我们昨天在城市买的一件瑞士卷 在瑞士要吃瑞士卷 后面是雪山 哇 要现在要抱过来坐 好像披上去了一样 我们离开苏伊士时候 现在换了一个行政区 现在这边是属于摩尔尼的行政区 然后就发现它的物价其实并没有那么crazy 超市如果不是买organic的鸡蛋的话 12个鸡蛋也才4块钱左右 就感觉这边的物价稍微掉下来一点 另一个我们比较幸运的是 因为现在不算旅游逛街 因为很多国家都还没有开 再加上前几天 因为我们刚到欧洲之后 这边就宣布不能让美国人入境 所以酒店又便宜了一点点 对 我们现在一晚上就有这样子的风景 180发廊 旅游忘记的时候肯定要比现在贵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个大晴天 能看到雪山顶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是看不见的 然后那边的太阳已经出来了 我们现在又到了劳特布伦嫩镇了 然后我们今天是要在这个镇上坐小火车上文庚 我们现在上到文庚这个镇了 后面是雪山 这个镇几乎是没有车的 因为游客都是不可以开车上来的 我们在文庚这个火车站等火车 我们发现了这个地图 现在是在这个位置在文庚 我们能忘到的雪山是这一面和这一面 这个是少女峰的顶 4150米 然后朝这边望过来 应该就是这一个山顶 用肉眼看感觉 它除了雪山顶好像还有点东西 好像有人啊 台子啊什么的 但是缆车不是从这一面过去 是从背面过去 所以我们看不到任何缆车 今天这个是意大利菜 欧洲人的饭量真的好小 它份量虽然非常的小 但是还蛮正宗的 反正感觉也多得多的好吃 感觉好吃 哈喽 我们现在开了40多分钟的车 现在又来到了另一个城市 欧尔小镇 它叫SPEES 边上有湖 我们想要试一下 有没有合适的环境 可以飞个飞机 我们现在离开格林德瓦了 然后今天要去波尔尼 波尔尼是瑞士的首都 瑞士的首都不是苏里士的首都 现在距离回家还有两天要去做COVID test 入进加拿大 在波尔尼的所有的诊所 就是能做COVID的地方好像约满了 所以我们就约了去巴塞尔做 这要去巴塞尔的机场 它在法国境内 所以我们今天有可能会去到法国 我们现在到波尔尼了 这里是瑞士首都 然后按人口算的话 它是瑞士第五大城市 这里的建筑基本上都保留着中世纪的风格 我们做完COVID test 第一次胃痛鼻子 还可以 没有打喷嚏也不觉得疼 还不错 再次胃痛鼻子 也要不上腰 我们注意看 我们记得到 有关系的 一切 第一次胃痛鼻子 也要记得 我们现在在这个叫Vegis的这个小镇 应该是我们这次行程的最后一个景点了 然后我就想要在这个湖边 刚好有一点休息的时间 就来总结一下这次行程吧 现在说景点方面 其实瑞士真的还是要比奥地利漂亮的 就瑞士有雪山的海拔更高 就是绿地配雪山 然后又有蓝色的湖 确实要比奥地利的景色看起来更加震撼 瑞士这边开墾的绿地草地其实非常多的 它第一个是为了瑞士本国的 Organic就是有机农业 然后第二个也是为了旅游业 因为它维持了这些绿地的话 对旅游业也是一个促进 我们这一次旅行最大的消费区别 在这两个国家就是酒店 我们在奥地利的住宿费大概只有瑞士的一半 在奥地利一晚上大概是花100多加币 然后在瑞士的酒店基本上都要300加币的样子 租车的话两边区别不是很大 瑞士还是要贵个百分之二三十的样子 然后吃饭的话两边区别也不大 瑞士这边是不用给小费的 奥地利因为是欧元嘛 算上汇率的话其实差不多 然后再加上奥地利要给大概10%的小费 交通的费用瑞士其实对游客并不是很友好 因为他们这里的高速是收年票的 高速票一年是40块 瑞士有半价票 半价票就是所有的火车 缆车呀公共汽车呀 都是在一个系统的 如果你买了一张半价的年票 那你之后再购买所有的交通票都是半价 但是交通票也是年票嘛 就是一年185瑞士房啊 无论是高速还是交通票 你如果是作为游客只来玩一个礼拜的话 你去买一个年票 相对于本地人来说就贵了非常非常多了 然后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之前去看 从苏伊士火车站去机场的火车呀 缆车票啊 在SVB的官网 就是瑞士这边交通局的官网上面 看到的价格其实都是半价票 本地人几乎每个人都会买嘛 到了站台买票的时候 就整一个很无语 因为发现全部都归了一倍 后来才想到这个问题 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买了半价票 所以网上直接都会写半价票的价格 我们这次遇到唯一在瑞士 感觉要比奥地利便宜的形式电话卡 我们两个人买的都是 那个叫Sunrise的carrier通讯公司 他们有一个专门给游客用的 unlimited data的一个plan 他其实买一张prepaid的电话卡里面 这有20块钱 单天扣费 但是一共其实就玩西天那张卡里的钱 就会全部被扣完就刚刚好 奥地利很奇怪我们没有找到电信公司的门店 他们都是那种小店 他会卖电信公司的电话卡 我们就被坑了 我们买的是一个veuro的电话卡 但是我们其实过境到德国 那张卡就用不了了 二三十欧元的样子 每个小店还有自己的价格 我们当时一进去他说是50欧 反正就不是很想买 那个老板就自己降价 从50欧降到了20欧 其实奥地利跟瑞士都是说德语的 瑞士的德语有一点点区别 然后在奥地利的话 其实除了德语 大家就会说英语 在瑞士的话 它的官方语言有四种 瑞士德语 法语 意大利语 还有罗曼语 都没有英语 所以在这边有的时候会 我们说thank you 然后别人会说max 会说意大利语超 瑞士这边的高速还蛮宽的 有点像北美 这边的车也比较大 排量也比较大 但是在奥地利的话 就非常的欧洲山区什么的 他们的限速也蛮高的 就感觉像在开赛车 瑞士的油也要比奥地利的贵一些 我们两个其实 这一次玩下来都觉得 奥地利的性价比要比瑞士高 其实萨尔斯堡那边的风景 跟这边是比较像的 我们从萨尔斯堡过来 瑞士虽然瑞士比较漂亮 但是也没有那种哇 就非常非常惊艳的感觉 然后我们也都觉得 奥地利的名风更加淳朴吧 就可能奥地利吸引更多欧洲人去玩 然后瑞士作为国际旅游区 如果你要来瑞士的话 在苏利市真的就拿了车就走 所以是消费特别特别的高 然后苏利市本身并没有什么东西 我们住的格林德瓦 还有去了那个龙江都非常的漂亮 我们现在到鲁镇了 刚刚吃了块肉了 哇这里超级多虫 Oh my god 这里太多虫了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 我们到了最后一碗的酒店了 可能没什么人住吧 给我们upgrade了一个还蛮大的房间 这个喜爱灯大酒店的厕所 看起来是没有窗帘的 完全没有窗帘 然后我们就在假设 这应该是外面看不到里面 里面才能看到外面的窗子 但是这样子藏在里面可以拉下来 差一点就要假设 外面看不见我们 我们晚上就直接洗澡了 我们最后一餐找了一个意大利餐厅 不会说英语的意大利人 看这个饼有多宝 超级无力宝 它这份很好吃的样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